The Overseas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held a rice distribution relief operation 吕飞各校友会联合会举行向贫困民众赠送大米线爱心活动 2024年8月29号上午9时 吕飞各校友会联合会在明伦落花园口 举行向附近贫困民众赠送大米活动 此次赠灾活动由该会五位主席出资 发放共2000包每包10公斤的大米 以帮助近期广受台风与灾影响的非华民众 解决生活所需 马尼拉市副市长聂托 马尼拉华人区苗荣亚联合会主席刘绍强 清零现场指导发放仪式 该会主席王志清 杨安雄 王志伟 洪山仪 王清涵 名誉主席杨思玉 许天明 施纯成 蔡兴舍 孙明强 柯智超 施新奖 副主席柯顺沁 吴永坚 秘书长蔡京生 林坚固 王精顿 蔡文忠 杨忠明 黄天涯 多位理事学长以及妇女委员会主任李华沙 率领众多学姐出席协助大米发放 五位主席首先代表向有莲 向遭受强台风格仁纳影响的灾区民众 调识诚挚慎慰问 近期 非国天灾频发造成严重破坏 王大民众深受其害 尤其7月底发生的格仁纳台风暴雨成灾 给全非多处地区带来严重破坏 造成大面积地区涨水 停电 停水 灾情发生后 中国驻飞大使馆双总第一时间发起赈灾救灾畅明 呼吁非华爱兴基金各单位积极捐输 以实际行动即最大能力支援灾区兄弟 为响应大使馆和生总的呼吁 该会于日前向非洲爱兴基金 离销100万非币救灾款 除此之外 当天有五位协任主席共同出资 购置2000包大米 以实际行动支援受灾民众 体现校友怜 历来 热心工艺 乐于奉献 关心弱势 体恤民情的精神 当天上午 花园口广场人山人海 大批民警和苗龙牙职员到场协助维持秩序 马尼拉市副市长聂托也清零现场 并代表民事政府向该会节五位主席知善举 表达诚挚的谢意 向广大民众送上祝福 希望大家共克时间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非洲新闻台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